預期中事 自己都是針對某個Niche Market去做的 所以我相信已經有一些我的支持者出來了投票 亦都對於選情審慎樂觀 我心裡不心 會不會說晚點可能要打告急 沒有這些策略 個個都告急 我不知道誰才真正告急 所以我自己比較傾向 希望呼籲自己的支持者出來 應投我畏就投我 我覺得要支持的就支持 沒有說急不急的 總之我覺得盡力去做 亦都是給到所有香港島的選民看到 我是很用心這一次選舉 尤其是投票日這一次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就是誠意你投這一票 因為想補充多一句 其實作為一個獨立的候選人 都是很多的挑戰很多的困難 如果你是真的想對我們這種無黨無派 專業知識 回歸社會服務市民的這把聲音 作出一些鼓勵 我希望在這裡再次呼籲 你們尤其是香港島的選民 出來投票投三毛任兩天 因為如果你都厭倦了 如果政黨的壟斷或者政黨的鬥爭 香港繼續撕裂下去 不想只是兩邊的陣營去對決的話 希望你透過這次的補選 告訴其他香港人 你都不想再見到這些政黨的壟斷 這些政黨的鬥爭 投票頭三號 我是三號任兩天 獨立投選人 真正獨立無黨無派 有自己的思考 有自己判斷 希望用專業知識 服務市民回歸社會 反共是一同一聲 兩位陣營也有不同的 但是你今天是否主要 今天早上 阿Danny都會出來幫你採訪 會不會有什麼 其實 其實 這個正正證明就是 我自己可以出來參選 而不是需要靠其他人投票 我見很多 無論是哪一個陣營的人 其他的候選人很多 都要別人去暫害 去支持 究竟他有沒有自己的character 自己的實力又如何呢 我想大家在論壇上面 尤其是都看到 我想我給很多其他候選人 都優勝一點 證明了就是 其實我真的靠自己 不需要別人去暫害 不需要別人去 遲遍 都可以有自己 藏出一片天的能力 當然 其實每次下區 我都得到很多選分 支持 所以才更加有信心 希望這次後補選 大家可以表達這個意見 正如剛才經常都強調 如果都厭倦了 政黨的鬥爭和對決 這次是一個好機會表態 當然所有的暴力或者資料的事件 一片都遠多 但它是值得遠點責 我亦都鼓勵所有其他候選人 如果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是應該去報名投助 亦都屬於法律 所以我不知道實質情況是怎樣 不過總之 暴力是值得驗責 很疑 其實今天選了上午一個重點區 下午這裏 上午就去了香港仔 下午就來蕭仔 晚一點可能去香港仔 主要都是兩格 很有意義的地方 香港仔就是我下區的第一站 小西灣就是我獲得最多提名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無論如何 結果如何 成績如何 我都希望可以在這裏 多謝小西灣的居民和小西灣的選份 多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